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相互了解才能减少误解 但这一次的街友议题 是真正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阿兵 一开始去接触他的时候 他是比较凶一点 好 我讲一个最实际的想法就是 我怕我们东西被干走 这一份钥匙给大家 其实是代表我们对你们的信任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般人 他们就是我们 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是谁搭的 我现在工作的原因就是 想要是为了老婆而已啊 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呀 对 我不想要你自己的心理而已 我现在把阿宝去拿了 怎么办 想要脱离日前那种房间 不许借这个机会 真的改变你的生活的规定 我说的人生好难 其实我的人生已经简单很多了 我们蹲在广场的暗处 蹲在车站的角落 几个礼拜接触了数十位街友 最后找到了有需求和工作意愿的五位街友 同时也埋合了五个工作单位 让他们有机会学习新技能 也希望能稳定他们未来的收入 这个系列记得看到最后 关于街友 关于改变 最后的毕业典礼 献给所有勇敢的生命 出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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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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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森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不知道 我们要出发哦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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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哥阿森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不知道 对你没有没有讲啊 我不知道往哪里跑 猜猜看 公园吧 公园 公园 阿森你 我们要去公园一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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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我们要去玩雪了 玩雪 玩雪 哦 哦 我教你们喊一下 就是我们的口号哦 我讲SALU的时候 我们要说 KEEP BE C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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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它什么意思 串串 我们要保持最酷的那个样子 的那种感觉 KEEP BE COOL 我说SALU 阿你们说KEEP BE COOL SALU KEEP BE COOL 好 我们喊SALU的时候你们要喊KEEP BE COOL 3 2 1 SALU KEEP BE COOL 这末期我们会的对不对 好 那我们等一下 如果有听到SALU的时候 就一定要KEEP BE COOL SALU KEEP BE COOL 好 就是这样你们放 YA YA 我们到了 你敢会唱歌 不哭 不哭 三分天主典 啊 你不会 不会啊 你不会 你再没有那个 音乐细胞 没有音乐细胞 以前有吗 以前有 以前有 以前是歌手 歌手 我们现在来到台中乌西的 三井凹雷 我们不是来带大家逛街的 是里面有一个叫雪热地的地方 好像可以玩雪 想说可以带他们来体验一下 不一样的东西 这跟你很像耶 这个像老公 这个像老公 这个像你 对 对 哦 哦 坏人不能进来 好 出发 小贞 哇 徐老师 走 我要去攻击阿兵 丢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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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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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脚中 没看到他 然后他 嚓 据得到我 据得到我 好厉害哦 手脚过来 哦好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腿痛 这个是 阿中说要送你的 谢谢 哈哈哈 谢谢阿中 喂 完蛋了 好 完蛋了 你挖的鱼 走 这是什么 滑雪橇 嗚呼 小心小心 好玩吗 我踏到墙壁了 你刚刚 我都会摆到姿势了 以后都不敢 哈哈哈 出发 小珍要出发了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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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哥 我们划一批 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划我们走不了 可以 我们不行啦 你去玩啦 走啦 走啦 他可以弄我 我去摩托 来啦 好耶 不要紧张 我以后你在干嘛 哈哈哈 我们来做个大雪人 我们来做个大雪人 你说小雪人 你说小雪人 小珍要做一个小可爱 对不对 小珍 你太小了吧 小珍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林大哥做的小雪人 他叫什么名字 冰 冰 哈哈哈 太迷了 阿中哈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就叫做 梁大哥 梁大哥 梁大哥的家 That's my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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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啊哈 That's my shit Oh do not be the king 我没有人 我没有人 就要死掉了 我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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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珍欺负我啊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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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平问你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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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好冷 阿金 好冷 好冷 不会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油 我七度 阿神 守 一二三块 世界上 好可愛喔 假設要丟阿公了 被丟到 準備回家囉 對啊 阿門說太冷了 我快冷死了 回家囉 小貞你剛剛有沒有看到北極熊 有啦 你學一下北極熊 出來就熱了 好暖喔 好暖好暖 我們有租一艘遊艇 等一下會來接我們喔 喔可以嗎 騙你了 在裡面當圍巾在外面擦汗 這一站呢回到了我們 舊的工作室 跟你們介紹一下這個是 兩年前之後我們在這邊 第一次創業到我們達到的 這個工作室 祝贏 我們剛剛在車上有練起喔 3 2 1 SALUTE 天天步 今天呢是這群街友朋友 住到我們這邊的最後一天 然後現場也來了很多 這個禮拜跟我們接觸到的所有朋友 也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要給他們最後一個派對 然後現在這一位是蔡站長 現在基金會站 他前面的時候有幫我們 協助我們一起在做這個 然後幫我們有找過 以下像李大哥 就是站長這邊介紹來了 那你可以幫我簽個名嗎 好 感謝你今天來 我想要邀請你簽名 我很能何德 何德何能啊 好我講一下喔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現在在場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這一個禮拜 帶著我們這群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工作 他們也在這邊 實際的生活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們每天都跟他們 一起吃晚餐一起相處 今天算是他們一個畢業典禮 我先對阿中說好了 我覺得我要真的很謝謝你 有讓我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有看到 一個人就是 向上的動力吧 就是我們每一次要辦東西 每一次要洗碗 或是要做任何事情 他都是最主動會要來幫助我們的 那個 還跟申哥一樣 就是會覺得 我們每天晚上這樣子 跟他們一起吃飯 讓他們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他們都會自己去 買鴨頭什麼的 來跟我們分享 像今天 小真跟阿斌也有拿 就是他們在廟裡面 幫我們求的平安 就是會覺得 我們都不是在這邊 但方便的付出 我們其實也從你們身上獲得 或是拿到了很多東西 就是謝謝你們 讓我看到你們 有這樣子的勇氣可以跨出來 阿中要不要出來一下 這是我們第二天的時候 我們這個螢幕上面的照片 拿著送給你 謝謝你 你有沒有要跟大家講什麼 這個禮拜你學到什麼東西 真的學了很多啊 謝謝你們就是 就是願意來到 把我們當家人一樣 我們籌備這個企劃 其實滿大段的時間的 然後我一直不知道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不知道 我覺得壓力很大 就是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就是可以把這些事情用好 然後 可是你們五個人 卻願意相信我們 跟我們一起來這邊生活 我覺得很感動 完蛋 也非常謝謝阿斌 就是讓我陪你一起完成很多事情 也謝謝你願意把我當朋友 然後跟我分享很多 不管是以前或是現在 或是你對未來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也要送你照片 回P了 你偷哭喔 你怎麼也偷哭 我一定要說一下阿斌 之前是一個比較沒有表情的人 就比較現在就是比較樂觀 比較開朗 比較活活 就是笑笑的這樣 阿斌好像也有說過 他跟小禎好像沒有很多 就是類似這樣的合照 所以我也想要把這樣的 就是合照送給你們 對 謝謝 好棒 很快 我呢 這次 跟 聲哥合作 雖然我們 這次工作 性質可能不是他 非常 適合他的 因為他年紀偏大 儘管如此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 再幫他找另外一個工作 然後希望可以再 讓聲哥可以 照他想要做的方式 只要大家 當下是開心的 其實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也是還不錯的 然後這邊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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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三哥 謝謝 謝謝 其實一開始我看到大哥 然後知道我要跟他一起去工作 所以我滿怕的 因為大哥沒有笑的時候 沒有講話的時候 是看起來很嚴肅很兇的 對 可是其實大哥是很有很多 很多話想說 然後冰糖也有很多故事 會跟我分享這樣 反正就是很謝謝你們 願意來我們這裡 祝一個禮拜 就是希望你們在之後 也能照著自己的步調去過生活這樣 然後大哥我也有照片要給你 我幫你拍得很兇 很帥 很帥 很搞笑的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怎麼講 就是在這個禮拜當中 可以算說是我人生最溫暖的旅程 因為我以前是算是比較多災多難的一位 真心探討者 我希望他們 跟不管在陌生的人 或者是有接觸過的人 把這一次的經驗允許下去 就是最好的 我希望保持著你們的初衷 有允許下去這種 像我們被你們找到的這些朋友們 這是我的話 這是我留心的話 抱一下 好 謝謝 真的有從小鐘身上 學到一些事情 就是其實我也是一個 比較難跟人親近的人 就是比較怕生的 我第一天看到小鐘我就覺得 我知道要跟他配對之後 然後知道他有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馬上 第一個聯想就想到自己 然後我就看到這幾天 進步很多 就覺得說他也可以的話 我感覺可以 所以就感謝 來 我送你禮物喔 好 握手 就這樣了嗎 小菁有話想做嗎 我也很感謝兩個老師 讓我學懂多東西 而且我也很謝謝徐老師 而且他可以讓我改變很多 叫我說話是怎麼用 我真的也很謝謝 讓我認識你們這些朋友 其實徐老師真的人很好 謝謝徐老師 還有兩位老師 謝謝 因為我們第一天的時候 就送他們毛巾 然後毛巾上面就寫 我們很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人生好難 當然很好玩 但是看到各位之後才覺得 其實我們人生沒有那麼困難啊 會希望大家未來都可以平安順利 就是很謝謝你們為我們上了這一課 很謝謝你們 那我們就開配對吧 開始吃最後的畢業典禮 耶 嘿 螢幕前的夥伴們 在看完這個系列的此刻 也是屬於你們的畢業典禮 享受未來生活裡的曲折吧 我們都要在這該死的世界上持續努力著 短短一周的故事 從入住公寓的第一天 帶起一個小小的希望 大改造後的他們 重新認識了全新的自己 每個工作的開始是膽怯 也更能看見他們的珍惜 在每個崗位上的盡心盡力 他也就是像個如同人一樣 他很用心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們在群組就討論說 看起來好兇 完蛋了到現場 大家自己趕快 他就算滿頭到汗 然後一樣去做 功能很好 而且他的光感也很容易 我覺得改變聲音是超級大 他的眼神就是有光彩的 對未來最大的期待是誰 因為我們有一份安穩的工作 要像以前這樣 也不想去帶來車照 要給老婆一個安穩給 一個家 我要送你一個小可愛 小可愛 你看 你看 他這樣搞笑 自己一個 就可以放你的BB卡 或是什麼名片 我想說 這個是你 然後是小禎 人家第一眼就不會覺得你很兇 就覺得 你一定是一個可愛的人 才會帶這種東西 摩托車的手機支架 就是我們昨天本來要去買的 然後我跟你說 先不要 因為就是因為我要送你 對 我一直等 好 謝謝 我有空的說我會試穿 好啊 可以啊 那我要去的地方 我到時候再跟你聊 在我接觸的人當中 我覺得我在這裡是最舒服的 一段一小段時間 真的啊 得到 我陪你們 這個地方就像 就像一個家的感覺 因為說真的現在時代變得很快 像阿神你因為一些網路 會是怎麼樣的 就會有點稍微的排斥 可是如果 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才能對你綁住 可能會蠻大的 對 我會認真謝謝 我原本在想到底要送你 我跟妳講 送你啊 妳就幹嘛 聽了一下說 你不是會在車站那邊操作嗎 對 我是當你學的 這些給我們完成 我們在 有激放在裡面 略略想 哪些人 可以讓我這樣 這樣 給工作很重 也可以在這裡 跟大家 相處 畢竟這個耳機就送你了 我覺得妳在很多之後 都很競爭在聽別人說話 我覺得妳除了聽別人說話之外 不要更勇敢的表達 可不可以禮物送你們 你要猜是什麼 我部分是送一個老鼠給我的天 什麼意思 許老師給我送你 沒家的感覺 金莎 我想再把金莎來吃 她在滑墊一直跟我講 我會想念 在傻子公寓裡發生的每一千小時 我會想念 那個全新的阿中 阿斌 小禎 阿聲和林大哥 這個系列 就當作畢業的宣誓 送給未來的自己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難 就回頭想想這五位勇敢的朋友 他們在人生最低潮的時期 也沒有放棄自己 幸福的人啊 為自己剝碎吧 祝我們 畢業快樂 影片結束囉 記得訂閱加留言 加入灑鹿夥伴大船團 再嘖嘖持續募資中 因為每位街遊在各個工作崗位的磨合 和他們自己各自的考量 所以還沒有辦法定義工作的每合 是成功還是失敗 所以未來會有班外篇 再跟大家持續分享街遊的現況 所以請持續鎖定灑鹿的頻道 每週五晚上十點 灑鹿 KEEP IT COOL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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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